初夏 德州广袤的田野丰收在望 这里不见任何自然山脉的阻挡 却有无条件敞开胸怀的开阔 空中俯瞰更能领略这质朴而平坦的锦绣和锋练 在无比遥远的时空中 冒险的黄河与褪却的大海连妹创造了黄泛平原 在世代变迁的历史中 文化的联系和人工的河流 共同造就了齐鲁北大门 只有在海拔两千米左右的高度 才能看清丁东水库的全部自由 这是改革开放后诞生 德州最大的平原水库 水源来自黄河 它连条蓄水量 一亿立方米 润泽着德州人民 当时 德州人用灵活的经济手段 解决了水铺建设的资金难题 德州境内的河流属于海和水系 境内主要河流经过现代制度 日益发挥出防洪排浪 银水灌溢水灌溉 蓄水补源和生态旅游等重要作额 魏运河 金航大运河的一段 它以礼而来 带着江南游存的风韵 扭动着深段 流过色彩斑斓的田野 和兴罗旗部的村镇 在德州北部的四女寺水利枢游 一分为二 河流一直向北 流向河北与天津 这是南运河 一支偏北向东入海 这是张卫新河 他划定了鲁济两省的边界 改革开放之初 当天津两度严重缺水时 德州人民无私支援 前后有三十多万人 参与水利会战 把黄河水 经一百多公里 引入四女寺水利枢纽分流 为兄弟省市解渴 进入新世纪后 这条应急吊水线路 再次启用 成为连接山东 河北天津的水利和情感纽 河北天津的导弹 德州市主城区 坐落在魏运河的怀抱里 它背靠齐鲁大地 正面拱背着京基 京湖铁铁路和京湖高速公路 在这里穿河而过 南北连接着华北和华东两大区域 自古以来的九达天渠 神经门户之称 明不虚传 镜头下方是德州老城区 德州火车站 金户线上重要的客户运输站点 1995年 德州彻底建市后 老城区面貌日新月异 城市主干道相继打通 新湖风景区 古运河风景区等 先后建成 由多个湖面和数座广场 组成的新湖风景区 是德州城区面貌 最早的精彩蝶变 世纪广场的主体雕塑 世纪风 象征着德州意气风发 走进二十一世纪 2001年 德州市环湖渔民 环景渔民 将党政机关从这里迁出 改建为兼具休闲 文化 体育三大功能的 市民文化中心 一壶碧水映尘下 现代化的商贸综合体 拔地而起 改革开放以来 德州市区更大的变化 是向东拓展 以经济开发区为主 建起一座现代新城 这是德州东部的岔河 河流两岸的冰水生态廊道 绿意葱龙 商业楼盘协和而建 一座座新建桥梁 沟通着城区东西 昔日寂静的河边 如今形成了万达广场 唐人中心等商业圈 被市民称为德州外滩 龙州征住 这里是水上运动的好去途 镜头下方 是德州东部新城兴建的 长河公园 临湖而建的廊道上 中老年艺术团模特队 在走秀中活出了年轻态 谁会想到 这座公园的原址 曾经遍布农村的砖瓦窑 污染严重的化工厂 新时代的德州城区 已经到达更东部的 简河连岸 简河人工湿地风景区建设 是德州市又一道生态屏障 和休闲圣景 太阳照成升旗 绿地波光 野草咸花中的一路骑行 又该是多么惬意 四十年间 德州市区常住人口 从十二万 到如今超过一百万 威化建成区面积 超过当年十几倍 奴北庭园上 门户城市的形象 光彩照人 德州 古代大运河上的四大粮仓之一 老城西部的古运河 曾经传唱着平原上欢快的 运粮瑶曲 如今 古代曹运带来的文化 被重新包装 浓缩在古色古香之中 西汉大儒董仲舒曾在德州读书 2007年 德州市开始兴建 董子文化园 董子湖 董子文化街 柳湖书院 相互串联 优秀传统文化 与旅游休闲 在这里密切结合 前少五先生创作的 董仲舒立项 助力在董子湖畔 董子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 今天正在德州的生态环境治理中 得到生动体现 城市的人文追求 宁集于新的建筑 博物馆 体育馆 大剧院 是一座现代城市 不可或缺的标配 镜头下方 一列高铁正在及时 它的下个站点是 德州东站 如今的德州 有一西一东 一老一新两座火车站 金湖铁路 石德铁路 德龙烟铁路 金湖高铁 和清泰客运专线 等五条铁路干线 在此交汇 乘坐高铁从德州东站出发 半小时入济南 一小时进北京 四小时 彼达上海 德州抓住了自己的 区位优势 并向发展优势转化 这是主营收入 突破千亿元大关的 开发区产业园区 环保压绿基产品 在这里成为行业内 世界一线品牌 中国太阳谷 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太阳能自动化生产 这座太阳能建筑 曾是世界太阳能大会主会场 它以微排放体现了生态节能的建筑理念 并与新建的太阳能小镇一道 成为德州这座中国太阳城的地标 融入京经济协同发展 是德州当仁不让的历史机遇 全力配合雄安新区建设 深度对接京经济产业 资本、技术和人才正在向德州汇聚 中原科技创新创业园 成为德州引进新动能 培育新产业的重要引擎 在盛产金丝小枣的落零 不仅千年古树枝繁叶茂 奥运史上最大的器材供应商 也在这里实现了从小作坊到高端制造业的 创业梦想 曾经风沙肆虐的夏金黄河步道 引进社会资本投资后 生态治理和旅游产业相互促进 桑圣文化和温泉资源密切结合 成为卢北平原上的旅游圣地 略过田野 悬翼下荡起滚滚卖浪 改革开放后 作为黄淮海庭园农业开发重点区域 德州创造了粮棉生产奇迹 其中粮食生产率先在全国实现了 亩产过墩梁 总产过板衣 飞行途中 我们巧遇一架执行飞防任务的农泳直升机 在卫星定位技术帮助下 它正在利用环保农药对黎木害虫 进行大面积高效防治 向南飞行 到达黄河板链 德州旗河县投资修建的旗河黄河大桥 连接着济南城区 这是德州融入省会经济圈的主动姿态 也是区位优势潜能的又一次激发 如果没有黄河北岸的几座小山 辽城全境也都是平原 这是因古代才子曹植的故事 而闻名的渔山 飞越渔山向北 我们将俯看一座五蕴悠悠的水城 辽城 鲁西平原的明珠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空中俯看 正方形的古城 如同一个硕大的棋盘 漂浮于东超古上 这座最早行程于北宋时期的古城 是辽城独有的城市景温 总面积约一百万平方米 沿湖而建的新城与古城 隔湖守望 新航大运河穿城而破 土鲁河紧贴主城须以东 浩荡流向远方 城中有水 水中有城 水城之美 妙不可言 这是大自然的厚赐 也是古往今来辽城人民的杰作 南有西湖西紫秀 北有东昌烟之风 东昌湖的前身 是始建于宋代的烟之湖 这座中国北方罕见的大型城内湖泊 水域面积6.3平方公里 与宇杭州西湖相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で决定 曼火 城市 都没冲许 水平方公里 北方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未居古城中央的光月楼 因进炉有光于带月而得名 六百多年来 他安详筑立在市井之中 守望着时代变迁 光月楼离四边的水面 都是五百米 一里长的路 蕴含了辽城人 对天下宾棚 均一里相迎的浩克情怀 如果说水是流动的湿 湖是带矿的画 桥就是合湖最美的装饰 各种各样的桥梁 维系着古城内外的联系 无论老桥和新桥 都各有奇美奇妙 东昌湖上的船是平民化的船 2017年8月 辽城开通了山东第一条水上公交线 搭乘及时便宜的水上公交 真是通勤赏景皆宜 正值农历端午 东昌湖上自然少不了龙舟 如果要问山东哪里的龙舟竞赛水平最高 这答案几乎唯一 辽城 辽城奋勇争先的龙舟队 在全国也是一支禁旅 其中辽城大学龙舟队 是辽城的骄傲 也是山东的骄傲 四十年间 辽城的发展 也向进度的龙舟一路快行 第一次有铁路 第一次通高速 集资建电厂迎来大经久 每一次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都是辽城腾飞的基石 让它地处记录玉胶界的区位优势 日益突出 东厄厄胶 鲁西化工等一批骨干国企 挺起辽城工业的脊梁 屠海和沿岸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双翼发力 横膊向上 辽城民营企业的桥土 从这座村庄发端 从肉机加工起步 到引进外资突破 从向有色金属野链进军 到投资新一代健康产业 每一步都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华丽篇章 俯瞰辽城大地 乡村振兴的景象 动人心魄 1982年 这个村子的农民 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一份丰收报死信息 由衷表达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拥骨 三十多年过去 村庄发展的高效农业 让它更加富足英识 镜头下方 是一个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点赞的村庄 他们以产前有育苗厂 产中有合作社 产后有批发市场的经营模式 吸引打工青年返乡创业 村民全部住上了楼房 平原一望无际的白色不命 让辽城深陷成为现代农业的制高体 这里的瓜 菜 郡种植面积及总产量 在全省县区中排名第一 现代农业催生出远近闻名的 瓜菜郡佛兰会和农业旅游常设建筑群 沿着日益发达的交通网 辽城打出的辽胜一筹农产品品牌走向全国 镜头下方是辽城境内的卫山引黄闸 黄河河床下面有一条大型川黄输水管道 国家南水北调工程 让黄河水和长江水在这里实现交汇 两条黄河水干渠 一条长江水干渠 从这里将水送到鲁西大地 再送到河北衡水湖白杨殿 一直到达天津 从穿越 鲁西大地 帮助 鲁西大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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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给人们穿行的愉悦 38年前 山东省第一个 关于万元湖的报道 出自辽城林青 改革开放之初 十大星辽工程 曾经让辽城人 津津乐道 今日辽城的全域水城建设 则把这座城市 带进了一个 更加美好的新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